这场前party 最后会是什么一番景象 什么时候结束 没有一个人说得准 对 但是重点是说 以现在来看的话 大概这个修正的话 它的时间其实也不会太长 短线上面来说的话 可能很快就会进入 大家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区域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从国际股市 然后聊到台北股市 再来就要进一步谈到 策略的部分来说 所以策略的部分的话 大家应该要往一个部分 就所谓的三高的部分去走 那哪三种高呢 第一个就是获利高 对 这定义一定不太一样 听到三高很担心 对 不是那种高 母亲节快到了 关心爸爸妈妈的身体 不是那种高 那种高不好 我们要另外一种 比较好的高 第一个就是获利高 然后再来的话 第二季的成长高 然后或者是直立率高 你往这三个高的方向去找 基本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后面的话 应该都有蛮高的胜算 那重点就是说 当然第一季获利好 如果第二季成长又好 那是最强的 那这部分我们等一下会来说 那再来的话 第一季获利虽然不好 但第二季成长性强的 这个其实你也可以逢低布局 比方我们刚刚有聊到 像刚刚文塞跟大家聊到的 像是瑞宜 瑞宜第一季很烂 0.85元 你觉得这种获利会很好吗 它获利一点都不好 但是问题是 它第二季开始往上 下半年往上 所以你会看到的话 它其实这个立功 出来之后就上去了 然后再来来讲的话 TPK第一季好不好 第一季也非常烂 第一季是大赔三块钱 但是问题是开始往上 所以这表示什么 你会发现利空出来以后 打一个底就上去 所以有很多股票的话 包括有一些财报上面 第一季没有很强的 但是第二季展望很强的 反而拉回来打底之后 这都很容易上 那甚至包括玉尾也是 第一季的获利不是很强 那是因为有合并的一些费用 但第二季的动能就很强 下半年更强 所以这种股票就是 利空下来之后 打底就会往上 好 所以我们从这里的话 一块一块来跟大家讲 我们先讲第一季财报好的 我们先看这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把中间筛选过 第一季财报好 第二季也往上的 所以我们看看相关的股票 来看看这一些 好 那第一个来讲的话 当然最近最强在红杰科 那红杰科是一个标准的范例 会什么样的范例呢 就刚刚说到的 第一季的财报好 然后第二季又更强 好 所以两个加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最近非常强 对不对 一路再往上 那另外来讲的话 台光店也是一样 第一季会1.72 这已经比大家预期要来得高 因为市场预期 大概1块3到1块5 就出来是1.72 1.72的话第二季也往上 结果你看看它今天的股价 是不是出来之后 今天盘中的走势图 今天是开盘之后的话 因为第一季强 第二季又强 结果今天开盘之一下到底 直接就涨停办 好 那所以我们再看它K线的话 你就发现说 它的K线来讲 前面也都没有涨 对 前面也都没有涨 但是问题是 一旦确定的话 就是第一季其实还不错 第二季的话又强的时候 那这种股票的话 它一开始收敛到最后之后 它一口气就往上 好 所以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就很多档 它还包括像新日新 那新日新第一季是2.11 然后全年的话 大概在8块钱左右 那也是一样 获利的话数字表现得还不错 因为有苹果的这个Apple Watch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的话 基本上它还是慢慢在往上面走 那这是把人在买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到 像奇力星 奇力星的话数字出来1.11的数字 那1.11的数字的话 我们看它K线 它K线来讲的话 你看它在这里的时候之前 在公布前它也拉回 拉回之后开始往上 它也不是今天才公布 它也没有每天涨 但是问题是它就大涨小回 往上面撞新高 好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还有包括群创 刚刚我已经在讲过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还有包括永贯 好 永贯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基本面的资料 那你看它第一季出来的数字呢 是2.22 这个数字呢 其实是怎样 是创历年同期新高的数字 也就是说呢 它的数字第一季 已经是创所有第一季以来最好的成绩 第二季呢 还要成长17个百分点以上 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发现说 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它后面产能都要出来了 第二季第三季有新的产能出来 今年产能要出来 明年是更大的萌 因为明年出来的这个部分来说是更大 所以它长线就走多 长线走多没有改变的时候 我们再往下面看 我们再看基本面的时候 你就发现就是说 BB值到1.7 现在是完全供不应求 所以类似这样的话 我们从这种角度 一块一块再跟大家一起 三高谷还有哪一些 待会告诉你 好 好 요 所以 二大线 二十字幕 二十字幕